云景秦朗在睡梦中梦的惊醒过来 刚刚梦到的一切让他都有些恐慌 就在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对方想和秦朗一起去找个人 秦朗一听脸色看上去有些不太对劲 打电话过来的是秦朗发小刘灵的妹妹刘静 刘静因为联系不上姐姐 就想让秦朗和自己一起去剪辑家找人 大半夜的俩人来到了刘灵家中 可进屋后不管他们如何呼喊 都没听到刘灵的回复 妹妹将客厅的灯打开 发现工具的地上各种茶具都被打碎 意识到要出事赶忙往楼上跑去 谁料来到上面的浴室后 妹妹被吓得大叫起来 刘灵他人竟躺在浴缸里 手腕被割开了一个大口子 血正顺着浴缸流的满地都是 人已经彻底没了呼吸 秦朗看到这情形赶快通知了剧里的同事 博士第一时间就带着警员来到现场 秦朗此刻正在客厅安抚着妹妹刘静的情绪 秦朗哽咽的将发现实体的经过描述了一遍 刘静本来在下午的时候就联系好了刘灵 晚上回去看看他们的母亲 可从晚上开始 刘静就一直打不通姐姐的手机 她感觉有些不太最近 所以赶紧叫秦朗过来一起找人 可没想到过来后就看到人竟然死了 说完后秦朗也绷不住哭了起来 从现场来看 刘灵的情况很像是自杀 有一点可疑的是 秦朗他们过来时 屋里面出了尸体外 并没有见到刘灵的丈夫孟毅 而且现在也联系不到他人 目前处于失踪状态 博士立刻下令让人去寻找孟毅 谁料刚吩咐完 那位刘静突然说道 一定是他杀了我姐姐 你说谁 我姐夫孟毅 他们最近经常吵架 看来这个孟毅的确有很大的嫌疑 博士在了解完情况后 让警员先将刘静带离到现场 接着赶紧来到尸体这里查看 家伟则是提前看上了现场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就是他见过的 最奇怪的自杀现场 死者是衣服穿着完好躺在浴缸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 他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绣花鞋 博士看了看刘静的伤口 发现有明显的割痕 失血过多 但不能够确定是他自己所为 还是他人所错 只能先提取现场的脚印和指纹 看看有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 新郎此时在一旁 看着自己发小的尸体 眼泪就没有停过 他告诉博士 刘静和自己从小玩到大 俩人关系非常好 之前刘静是一家国企的干部 不过在三年前 他就突然的下岗了 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面 博士知道 这个岁数下岗的话 心理压力肯定很大 可令秦朗最难过的是 在两天前 刘静就给他打过电话 说是有些事情要告诉他 只不过当时 秦朗正在忙着调查案情 就没顾得上和刘静聊天 现在他想到 如果当时 自己能和刘静说上话 会不会现在 他人就会没事 一想到这些 秦朗就痛哭了起来 博士在一旁安慰他 认为现在 还不能过早下结论 刘静丈夫还处在失踪状态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不能够排除 他杀的可能 一切还得等试验结果才行 听了博士说的话后 秦朗也带起了精神 和家伟一起 却询问了对门邻居一些情况 邻居称 这孟一家是天天吵架 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那种 而且今晚还刚刚吵过 他们这些邻居 都听习惯了 秦朗问起他 吵架是几点开始的 邻居说是吃完晚饭 大概在六点多的时候 而且今天吵得特别凶 邻居还看到 孟一把东西都给摔了 在那之后他就没怎么在意 慢慢的就没了声音 尽管这范了解 警员们认为 很有可能是孟一 在吵架的过程当中 杀掉了刘灵 然后伪装成了自杀现场 最后自己逃逸 这种案件他们也没少见 据秦朗对孟一的了解 他人之前是在政府工作的 后来出来去经商 现在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赚的也不少 而且刘灵之前告读过秦朗 孟一在赚到钱后 就对自己很不好 典型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定律 可警方现在 还没有查到孟一人到底在哪 但就在第二天一大早 连警员们都没想到的是 孟一竟然主动回家了 他在进屋后 发现屋子里面 有警察在看守 还一直在问到底怎么了 更生问题 太太刘灵去哪了 他还在和警员们争执的时候 博士赶了过来 直接告诉他 刘灵已经死了 孟一在听到这话后 竟表现得十分惊讶 看他的样子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孟一说 他作战离开时 刘灵还是好好的 博士告诉他 刘灵是死在了浴室 谁让孟一直接就说 难道是自杀 看着他回答的挺干脆 天狼很疑惑 他是怎么知道自杀的 孟一赶紧说 是自己猜的 接着就告诉给警员们 昨晚他离开 和刘灵吵架的过程 刘灵一直怀疑 孟一在外面有人 就着这个问题 俩人都吵了无数次架 昨晚又提起这件事 孟一是在屋里争吵 反倒刘灵越说越来劲 甚至还砸起了东西 见到这情况 孟一也只能离开家出去 那时他离开家的时间 是在晚上七点左右 他出门就是为了消消气 逛着逛着 就去到了一家电影院 正好看了场 刚上映的电影《无间道》 将事情说完后 他还拿出 昨晚买的电影票给警员们看 为了更确认 自己去看过电影 孟一还说 当时三场时 他想从前门退场 但工作人员不让他过去 两人还因此吵过一架 而他电话一直打不通 也是因为看电影关了机 最后就一直忘开 而他之所以 看完电影第一时间没回家 是因为怕回来后 刘灵还在闹 就想着去洗衣中心泡个澡 然后在那里面睡了一觉 天亮后就赶紧回来了 而他去洗澡这件事 孟一说 由洗衣中心的按摩小姐来作证 虽然孟一有很多的不在场证明 但警员还是感觉 他好像准备的太充足了一点 这样做嫌疑反而更大 孟一眼见自己还被怀疑 更说出 刘灵在下岗后 他人的性格直接就变了 一没事就怀疑他这儿 怀疑他那儿 而且之前 好几次吵完架 刘灵寻死密活过很多次了 不过最后也没怎样 孟一都习惯他这样了 但没想到 这次真就出事了 孟一在交代完经过后 家伟又去走访了几位邻居 从对面楼上的一位住户那儿得知 孟一在昨晚走的时候 他妻子的确没死 邻居从窗户那儿看到 孟一确实是气冲冲的下了楼 屋里面只剩下刘灵 还在那儿生起了砸东西 时间就和孟一说的基本一致 难道说刘灵真的是自杀 可博士还是认为 孟一是有问题的 而且刘灵死亡现场 他人的那一身穿着 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回到警局后 法医这边有了新的发现 私人的脖镜上竟有淤血 可他人并不是被勒死的 可以排除知己死亡的可能 而真正的死因 还是失觉过多 可秦朗还是放心不下 认为这孟一还是有嫌疑 他要真是凶手的话 那么昨晚的时间 就得是他在放电影的过程中 返回家中杀人 为了验证这一点 罚士几人直接来到电影院 找上了昨晚值班的检票员 让他看了看孟一的照片 检票员看后也想起来 昨天就是这个人 非得没事找事 别人都按照指示的路线散场 就他跟故意找茬似的 非得和检票员吵架 很不讲理 听了检票员的描述 能够证实孟一所说的不假 可博士还是发现 有一点值得怀疑 检票员说 孟一像是在故意找茬 不按规矩办事 而且前两眼想到 他曾听死者的妹妹刘静说过 孟一是不喜欢看电影的 之前刘灵还因为看电影这事 和孟一吵架 如果真要是这样 那孟一说 他因为吵架出来散心 这些都不用怀疑 可后面说的 看电影这些事情 会不会有些太刻意了 他做这些事 很像是故意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像是有预谋一样 他仿佛知道 之后有人会来调查他的行踪 况且他在看电影的时候 是完全有可能中途反复行凶 然后再回到这里看电影 可家伟问过其他工作人员 昨天并没有人见到过 有谁中途离开了影院 博士都是想起来 刚刚他们在影厅外面时 他注意到有一个侧门 上面写着观众纸布的字样 接着修文这里的领办才得知 那扇门竟然能够直接通到外面 而且这门的位置 据昨晚 孟一开电影那个影厅非常近 几人从这个门来到外面 发现这里 据孟一的家还很近 而且这个门 平常也不上锁 看来刚刚分析的情况 孟一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其朗也很细心的发现 这门里 一个凸起的螺丝上 挂的还有一些衣服纤维 这点能够说明 最近肯定有不熟悉的人 或者慌慌张张的人 从这里出去过 而熟悉这门的人 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从这衣服纤维的颜色来看 千朗想起来 孟一在回到家后 他里面穿的毛衣 就是这种红色的 于是叫他人叫来警局 借着询问案件情况为由 拿了一些他身上穿的毛衣纤维材料 随后进行了比对 结果两者的成分完全一致 能够确定 孟一在那晚看电影时 一定从那个门离开过 可是解凭这一点 来拘留孟一还是很困难 他们没有更确凿的证据 来说明孟一杀了人 对于侧门这一点 他完全能够有别的说法来解释 想要定罪的话 他们只能够寻找更多的证据 就在案件陷入将军的时候 警局接到了一通电话 就在江北街道的一处出租屋里面 有人报案 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女尸 这晚城中村里的一条街道外 警员将周围全拉起了警戒线 家伟在刚刚接到通知 这里有人发现了一具无身份的女尸 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从最先赶来到警员这儿都知 女尸的身份 附近的人全都不知晓 就连房东也只知道 这名死者叫做小红 他做的什么工作 一点都不清楚 家伟在了解后 来到屋内查看起了死者的情况 女尸的面部轻子 很像是被人用被子捂住口鼻窒息而死 从死者的头发 以及穿衣风格和美甲来判断 他的身份像是一名风尘女子 从石板的颜色来看 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两天前 之后将尸体拉回警局 家伟则开始在现场进行了检测 与同时警局里面 秦朗又去检测了刘灵死亡的现场 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刘灵的死真就沉迷了 秦朗知道 刘灵的丈夫孟毅一定有问题 可就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他还在发愁怎么调查时 一名警员突然过来 交给秦朗一封 四天前就送来的信 而这寄信的人 就是已经死亡的刘灵 因为秦朗太忙 信件一直在邮箱里面放着 等博士打开信件一看 里面放着的是一张美国恐怖片 凶宅的光碟 之后博士和秦朗将这影片看了一遍 也意识到 刘灵接着影片来的目的 电影中讲的是 男主人在外面找了一个相好的 女主人在发现后忍受不了 最终在自家鱼缸里面自杀的故事 而且影片里面 女主人自杀时 穿的是一身浅色职业装 脚趾甲还涂了红色指甲油 而且还穿了一双袖花鞋 这些都和刘灵的死亡的现场差不多 看来刘灵 就是在模仿这电影里面的情节 秦朗也做过调查 刘灵死亡时穿的一身 以及这张光碟 都是他在一个月前买的 很显然这些都是在表明 刘灵则就有自杀的念头 从目前查到种种证据 完全能够确认 刘灵其实就是自杀 但秦朗还是认为 刘灵的丈夫孟易仍有一点 之前电影院中途离开那件事 这又怎么解释 为了查清真相 秦朗就对孟易做起了调查 而此时 家维也从出租物女深案现场回来 他通过勘测发现现场的门窗完好 屋内的东西也都没有被翻动过 更没有什么打斗现象 应该是熟人作案没有图材 不过现在 刘灵的身份还没确定 只知道他人是一位风尘女子 外人都叫他小红 从事行业比较特殊 博士问起死亡的时间有多久 家维说起这儿 感觉有些太巧了 刚刚那句女士的死亡时间 竟然和刘灵案死亡的时间相差不多 博士总感觉 这里面有哪里不对劲 之后他又去到无名女士的死亡现场 这次过来后 在艾斯特的床下 发现仅有一双男士拖鞋在里面 一个单身女人的屋里 怎么会有男人的拖鞋 将东西赶忙带回去做了检测 果不其然 在拖鞋上 居然发现有一些人体细胞残留 现在只要找到符合这DNA的人 这个案子就能够破一大半 此时秦朗这里 他通过不断的调查梦一的情况 终于问出来 他人的确是在外面养了一个情妇 据说还是一家娱乐城的领班 叫做安红 秦朗赶忙就找了过去 从娱乐城经理这里得知 安红他人已经三天没来上班了 经理也很生气 都准备把他给开了 经理也不知道 安红住在那 更不清楚他的真名到底叫什么 毕竟来做这行的 没有几个人会说出自己的真名 就在秦朗还在询问的时候 家伟竟然也来到这家娱乐城 他过来 是想一家一家的查 那出租屋女士的身份 谁来过来后 竟然看到秦朗也在这 当家伟拿出女士的照片 让经理确认时 经理的回答让他们都震惊了 那就无名女士 就是秦朗 一直在找到安红 回到警局后 警员们梳理了一下案件情况 目前能够确认 刘灵的死的确是自杀 按照死亡时间来看 安红就比刘灵晚死了一个多小时 这俩人都和刘灵的丈夫孟毅有关 想到那晚 孟毅的确中途离开过电影院 之前他们以为 他是去杀害刘灵 可现在来看的话 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面 应该是去到了安红那里 最后将人给杀害掉 为了确认他是否去过安红死亡的现场 法医立刻对孟毅进行了抽血 同时警员们还告诉孟毅 刘灵的确是自杀 孟毅在听后 好像送了一口气似的 让警员们赶紧放了自己 但没一会儿检测结果出来后 孟毅的DNA 与安红家那张拖鞋上 留下了DNA一模一样 那晚 他的确没有回过家 但却去了另外一个家 看到证据确凿 孟毅都有一些傻眼了 他在考虑清楚后 终于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孟毅也承认自己的确杀了人 而他杀安红 只是因为这个女人太精明了 自从刘灵三年前下岗后 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怪 总是会挑毛病和他吵架 孟毅在那期间都有一些受不了了 常常就钻到那娱乐城不回去 也是在那段时间中 他认识了安红 看着安红年轻漂亮 会讨人喜欢 孟毅很快就和他确认了情人关系 虽然安红能够满足他的一切 但慢慢相处下来 他发现安红实在太有心悸了 总是想着如何当孟毅的妻子 孟毅好歹是一个老总 他如果真要娶个这种女人回家 那身边的人非得嘲笑死他 后来安红也向安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说是不可能娶她回家的 而安红由于在那种场所混得比较久 认识不少黑道上的人 于是安红就想要威胁孟毅 让他老老实的娶自己 不然就直接找人 上他家里面闹 孟毅开始不以为意 实际上后来 他经常不回家 慢慢的切嘴流灵 意识到了不对劲 一边是情人的威胁 另一边是妻子的怀疑 他家在两个女人中间 作为为难 最后他想到唯一的办法 就是杀掉安红 他想着安红曾接触的男人挺多 警方不会怀疑他的 在动手前 他也是谋划了好几天 案发那天 他按照计划 电影开始没一会儿 他就趁黑从影厅里面溜出来 从影院的侧门悄悄出去 直接就去了安红那里 俩人像是爱的供养了一番 就在劳累过后 安红最放松的时候 孟毅直接拿起被子 将他给活活得无死 上外人后 他按照之前想好的步骤 将屋里面全都打扫了一片 将指纹 鞋印全都擦去 但没想到 唯独忘了自己穿过的那双拖鞋 事情全部办完 他就在电影剩下十分钟时 回到位置上 离开时还假装 和检票研发生了几句争吵 目的就是让他 对自己的印象深刻点 孟毅本来 计划的倒是挺完美 当然警方一直怀疑他的 还是他妻子柳玲的自杀 天朗也能够理解 刘玲为何这样做 面对下岗的压力 加上丈夫的背叛 他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如果在这种时候 孟毅这个 他认为最亲近的人 能够给他做一点关心 做一点疼爱 说不定结局会是另一个样 想一想 一个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的人 他内心是多痛苦 如果这个时候 他身边的亲人 哪怕是给他一点点的关爱 刘玲的现在还能活 这小伙儿想尽办法 终于将对象留到深夜 看时间太晚 他又借口要和女友在外面留宿 两人在马路边等了快20分钟 始终没有见有车过来 是在小伙儿一转头 发现身后那个偏偏的路口 有辆出租车一直停在那 小伙儿高高兴了走过去 心想一会儿终于能够如愿 可没想到的是 看到司机后 他人直接被吓瘫了 低哥师傅此刻竟满脸是雪 坐在驾驶位上 人已经没了动静 博士等人很快就接到消息 来到这对情侣不安的地方 现场有些过于残忍 椅子上流得满是血迹 刚入职的女警丹妮 在看到后感到非常的不适 赶忙拿个垃圾袋吐了起来 博士在仔细观察了司机一会儿后 发现有一点很是奇怪 子者是头部出血 已经睡了身子 流得满座椅都是 从表面来看 很像是在车内遇害 可前两代看了车子里面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痕迹 博士推测 座椅上的血 应该是被人故意涂抹上去的 因为除了这个座椅外 死者受伤部位相对应的高度位置 竟没有一点喷溅上去的血迹 所以博士判断 这里应该是一个伪造的凶案现场 死者是被人杀死后 遗失到了这个地方 死者的身上 并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 就连钱包也没有 怀疑有可能是被人截杀 这时 新鲜的博士突然注意到 死者的脚下有个很异常的小东西 就这东西拿起来一文 发现这玩意儿就是动物的粪便 车上怎么会有这东西 博士又看了眼车内 发现机家器还是好好的 上面还记录着 死者最后一次行驶的距离 52.8公里 之后警员将尸体拉回警局 把一很快就做完了尸检 拍进死因 是死者的右侧头部 遭龟膀类的顿起击打 最终造成了颅骨损伤死亡 头部总共有三处骨折 死者是在射到第一集时就已经死亡 根据死者的位内容额分析 死亡时间大概在前天晚上的6点到8点之间 此时 家伟却比对了死者的DNA 查到死者叫做王勇 是一名出租车替班司机 根据原车主老刘的交代 那天下午 他在6点钟就把车交给了王勇 之后就没再见过他的人 家伟还从老刘那得知 王勇还有一个死对头 叫做潘强 也是一位跑出租的 他俩人经常为抢客发生争执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王勇出事后不久 这潘强竟然不见了 家伟认为在这个时间点消失 这个人非常的有嫌疑 他可能是因为鸡远杀人 博士听了家伟所说的情况 也立刻去召集人手 去诠释苏云州攀强的下落 与此同时 秦朗这边对发现的那个动物分辨做了鉴定 本来这东西农村到处都是 可经过鉴定后 发现这分辨上的小草大有来头 那种草叫做紫花木须 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重要的木草 只有在须木养殖场里面才有 通过查看 全社的养殖场基地 结果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其中那所最大的奶牛厂 他所在的位置到案发现场的距离 竟然刚刚好就是52.8公里 这样来看的话 死者肯定是和这家奶牛厂有关联的 博士赶紧让秦朗过去调查 凶手很有可能仍踩在那家养殖场里面 随后等秦朗过去后 他和戴妮俩人假装成来咨询事情的 开始不断地向里面的员工打听 王勇的一些情况 可没想到一联工的好几个人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王勇是谁 一番调查无果 雅人也只能够先回警局 可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里面的角落里 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注射着他们 等秦朗回到警局后 他就感到很纳闷 根据走访王勇身边的人后 发现死者压根就和那奶牛厂毫无关联 而家维也再次去询问了车主老刘 老刘称他在交车前 就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分辨什么的根本不可能有 而他自己也没有开车去过奶牛厂 也没从那边拉过客人 难道说这还是一个巧合不成 但要这是巧合的话 那分辨这一点就很说不过去了 就在警员还在困惑的时候 终于传来一条好消息 王勇的死对头盘强找到了 人已经被关在了死讯室里面 博士赶忙过去对他进行了审问 盘强面对询问表现得非常放松 而且看不出他有任何的胆怯 他称自己在这几天 一直都在朋友那边打牌 有人能够作证 从他的表现来看 好像还不知道王勇被杀一事 博士接着将案情告诉给了他 谁知当听到王勇二字的时候 盘强竟说 这人说成灰他都认识 王勇这小子迟早就是要出事的 盘强告诉博士他们 在前几天晚上 他跑车到一处偏偏的路边刚停下 就发现前面竟然停着王勇的车 本来以为很晦气只没走 可仔细一看发现 王勇竟然在车里面不老实 自从看到这一幕后 盘强就知道 这小子绝对是干了坏事 因为那女的坐上盘强车后 就一直哭个不停 盘强最看不惯王勇这种人 他一边暗讽那女孩的情绪 还说如果刚刚那人做了违法的事 就让女孩去举报他 最后还把王勇的姓名地址 告诉给了女孩 不过女孩好像是被吓傻了似的 一路上都没有开口说话 盘强也只好把他给送到奶牛厂 一下车 女孩就赶紧往里面跑 就连找的零钱都不要了 因为那晚的事 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盘强还记着一点那女孩的样子 接着根据他的描述 家伟将那女孩的面貌给画了出来 这位博士和家伟俩人拿着画像 直接找上奶牛厂的领导这里 可由于这里面的女工太多 领导也认不全这些人 博士索性要来了所有女员工的资料 拿回警局 让盘强一一做比对 通过盘强仔细地辩认 最终确认了一位叫做汪玉的女孩 今年24岁 而秦朗这里 也就确认了盘强案发室的行踪 可以确定他人没有说谎 这位博士将他给放了回去 现在派强的嫌疑被排除 目前来看 这个叫做汪玉的女孩 可能和本案有很大的关联 家伟也向奶牛厂 询问了这女孩的信息 从他们领导那里得知 汪玉在这几天竟然回老家了 他在这个时间点离开 就感觉有些微妙 也让博士对他产生了怀疑 秦朗为了能够详细地了解情况 直接就给汪玉打去电话 谁曾想 汪玉的回答让警员们都很吃惊 他说自己之前 根本就没有坐过汪玉的车子 而且他就连汪玉是谁都不知道 秦朗之后让他再好好想想 如果知道什么 要立刻联系警方 听了他的回复 一下让警员梦不着头脑了 到底是他们被那攀墙戏耍了 还是这个汪玉在撒谎 就在这个时候 一通报警电话打了过来 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奶牛厂那边刚刚发生了火灾 并且烧死了一个人 这也实在太巧了 警方上午刚去问过话 晚上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如等人也没有时间思考 很快就赶到奶牛厂 从警员这里得知 失火的地点是在宿舍一楼 火势当时很猛 警员们赶过来后 现场还非常的乱 房间里面只有一名死者 没有其他人 经过初步勘察 气候的原因应该是意外失火 来到案发的房间后 屋内已经被烧的差不多了 看来当时确实烧的比较厉害 而前郎辞职闻到 屋内还留有很大一股汽油味 明警告诉他们 这个厂里的汽油 一般都是放在室内 前郎看着房间内 窗户被封得炎炎实实 屋门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怀疑会不会是 死者抽烟引发的事故 警员还在分析的时候 向他外面传来一阵哭喊声 有个自称 是死者黄桥老乡的人 非要进来看看黄桥 这个人叫做韩桂 同时几人 也被他的哭声给吸引过来 告诉他 黄桥的尸体已经被抬走了 韩桂一听开始感叹 晚上他们俩还在一起喝酒 这就没一会儿功夫 人说没就没了 一听喝酒 博士赶紧问起他具体情况 韩桂说他和黄桥 一直喝酒到凌晨一点多 他有些罪先回去睡觉了 正睡着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在喊着火了 等他跑出来后 才发现黄桥竟然没能够出来 博士听后问他 黄桥是不是经常喝酒 而他没有回答博士的问题 却自顾自的说起 要不是养殖场不放假 他俩也凑不到一块喝酒 据他所说 黄桥当时喝的有些多 还是他给扶到床上去的 也不知道这怎么的就起火了 折腾了一晚上 警员没回到警局 他们按照韩桂的描述的情况 认为是黄桥喝多了 在床上抽烟 不小心出不到屋内的汽油 从而导致了这场火灾 可博士还是感觉 这里面好像还有什么问题 认为这场火 似乎和王永德死 有内在的联系 他们刚开始调查奶油厂 就这么巧又出了场意外 两件事 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但时间挨得太近 不得不让人怀疑 目前博士 还是想把重点 放在那个女孩汪玉身上 博士刚安排晴朗去找人 就在这时 警局门外一个女孩 有些胆怯地站在门口 他正是这个案件里面的 关键人物王玉 等王玉来到博士他们这里 这次由他主动交代 之前电话里 他自己并没有说实话 他接着 把那晚王永对他 动手动脚的经过 描述了一遍 也讲述了自己 坐在盘强车上的经过 而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是因为盘强说 他和王永是认识的 当时在那种情形下 王玉就非常的害怕 由于盘强和王永是同伙 等他回到奶油厂后 就赶紧找上自己的男友 把事情全都告诉给了他 男友在听到这事后 就非常的生气 不止一次想去找王永算账 但最终都被汪玉给拦了下来 因此两人那几日也没少吵架 感情也变淡了 汪玉就想着回老家 让彼此都冷静冷静 可就在警方 上次给他打完电话后 得知王永居然被杀了 他脑子里一直都在想 会不会是男友干的 所以在千朗联系他时 汪玉为了保护男友 谎称对此事并不知情 真是好女人 秦朗听了他所说的 倒是有些疑惑 既然选择保护男友 那为何现在又主动来警局 将这件事情给说出来 汪玉称 自从秦朗联系过他以后 他就急忙联系了男友 询问他 汪玉的事是否和他有关 可男友压根就不承认 汪玉在确认后 就没有很在意这件事了 但这两天 他要从老家回来 发现无论怎么联系 都联系不上男友 等他从老家赶回来后 却被告知 男友竟然被火烧死了 听到这儿 警员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急忙凶了他男友的名字 这下才得知 他男友 就是刚被烧死的黄乔 众人在了解完 后背都有些发凉 这下能够很肯定 这黄乔的死 绝对不是意外那么简单 所有警员们 又来到火灾现场 汪玉还告诉他们 黄乔平常都不怎么抽烟喝酒 家伟猜测 会不会有畏罪自杀的可能 黄乔因为杀害了汪玉 在得知 警方调查到了奶油厂和汪玉后 他以为自己会被发现 所以放火自焚 博士否定了他的猜测 从身高体型来看 黄乔是不可能一个人 完成杀人遗失这个过程的 他的身材很瘦小 而王勇则比较高大壮士 如果支持黄乔行凶的话 那想必他应该会有帮凶 要是只有同伙 那这一系列举动 也就能说得通了 而博士还认为 黄乔要支持喝多的话 在着火后 他应该也能够意识到 第一时间从屋门离开现场才对 除非他人在找火前就已经被人杀了 或者被人给迷晕过去 要验证这些的话 只能够解破王勇的尸体 之后法医对王勇的尸体 从里到外仔细做了检查 结果确认他人就是窒息死亡 提表无任何外伤 内脏也没有任何药物迹象 既然尸体没有任何问题 那他人到底是怎么留在那间屋里面的 为了寻求真相 博士再次重返了案发现场 对着烧毁的屋子 仔仔细细重做了一遍检测 而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发现 在门口的一堆废料里面 博士翻出来一个小细铁管 而这个铁管上面 竟还残留有汽油的成分 等回到警局 亲了没有去调查案情 则是去到实验室 拿起一个针筒 做起了水枪 他将针头连进了一个胶皮管 把针筒关上水 按压针筒后可以看到 水会顺着胶皮管有向针头 他之所以做这个简易水枪 就是想到 如果有人将胶皮管里面灌满汽油 将那个带回的小细管塞到门里 那么管子里面的汽油 就会流到屋内 接着再用打火机点燃 这样凶手不用进去 也能将其围盗成一场意外事故 而这样做 还有一点就是能够封路 火是从门口处被点燃 而着火的屋子 窗户是密封的 就算着火时 黄桥人是清醒的 那么他也没地方能够逃 听了秦朗的分析 博士也想到一个人 就是最后和黄桥有过接触的韩桂 他的嫌疑非常大 调天一大早 秦朗和家伟就去到奶牛厂 将韩桂直接给带回到警局 他人在看到警方过来后 表现的有些慌乱 審刑室里面 韩桂在面对询问时 他极力的否认 自己与王勇德死有关 秦朗看他不老实交代 直接拿起自己做的简易水枪 将他行用的手法重演了一遍 看到这一切 韩桂人直接傻眼了 还没来得及狡辩 博士又拿出 在他宿舍里面诉出来的证据 看着这些东西 韩桂彻底慌了 他知道已经瞒不住 就把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他和黄桂是好哥们 黄桂在得知 王勇竟被人调戏后 就非常生气 因为他俩人马上就要结婚了 黄桂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侮辱 于是就叫上韩桂 准备好好修理一顿王勇 他们俩人之后找了一个下午 最终找上王勇的车 到了晚上 他们就故意上车 让王勇开到他们厂附近的一处草垛那 本来黄桂想额王勇一笔钱 实际上对方竟有一点不怂 面对他们二人的威胁 一点都不怕 反而还越来越凶 面对这样的侮辱 三人直接动起了手 在过程中 韩桂拿起了一根棍子 用力的砸到了王勇头上 没想到就这一下 就把王勇给砸死了 黄桂看到出了人命 害怕的小喊出声来 还好韩桂反应快 立马制止了他 等俩人都稍微冷静会儿后 韩桂就把车 开到一个偏僻公路旁的小道上 还和黄桂一起 把尸体搬进了驾驶位 最后清理结束 再把王勇的血 抹在了车椅上 假装他是开车时被人杀的 而他杀害黄桂 是因为在找我之前 他俩人在喝酒时 黄桂说的话 彻底激怒了他 黄桂你他妈的 老子这不是为你出气吗 王勇又他妈不是我的女人 那你也不能把人给杀了 这下好 警察追来了 警察追就追来呗 你慌什么呀 脑子 我他妈是脑子 反正 人是你杀的 你实在过不去 我就自首 然后黄桂就想着 去自首算了 韩国一听就慌了 人是他杀的 那到时候判刑 第一个挨枪子的就是他 他看黄桂那晚说话的态度 就想着他要是自首 肯定会把自己给撇干净 罪全都怪怪在他身上 韩国一越想越害怕 于是他就动起了杀心 心想着 杀了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而为了完成杀人 韩国开始故意灌黄桥酒 没一会儿黄桥酒被喝趴下 看到他人已经晕到床上 韩国先生在他被子下 放了一个刚刚黄桥吸过的烟头 然后赶紧跑回自己屋里 拿来汽油和针管 趁着天黑没人 就把油通过针管挤到黄桥的屋内 然后毫不犹豫地点燃了汽油 着火后 他还在屋外待了一会儿 看着火势起来后 才放心地离开 他知道这火放起来后 黄桥是必死的 听了韩国描述的经过 博士认为他有些傻 这些事本来不应该发生的 就因为韩贵的一时冲动 从而酿下了这两起命案 而韩贵最终被执行死刑 俩小伙刚买了钓鱼装备 准备到野外的一处河边好好发挥一把 可俩人还没走到目的地 半路突然闻到了一股臭味 往旁边一看 一堆杂草里面 不知道被谁放了一个大纸箱 出于好奇的心里 红衣男拨开了上面的杂草 可能打开一看 里面放着的竟是一只人手在里面 俩人吓得大叫起来 就连心晕干都不要 往地上一丢赶紧逃跑 博士很快就接到这俩人的报案 现在的九月丹妮来到了现场 将箱子里的石块拿出来后 发现是一具被砍成三段的女尸 丹妮第一次见到碎尸案 直接在一旁吐了起来 博士初步查看了尸体 发现四肢的脖子跟嘴唇上 都有表皮脱落的痕迹 眼前内还含有大量的散发性的出血点 口腔还有一些归岛残留 凶手应该是先掐住四肢的脖子 捂住口皮 将人给弄昏绝后 在临死状态时 又将人摁到水中 最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而且博士在查看指向后 发现上面还留有一个血指纹 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让丹妮将东西拿回去做检测 另一边警员在杂草上 还发现有些血迹残留 博士在仔细检查了一番后 认为这血迹 应该是凶手运尸时 不小心蹭上去的 前郎也在另一边 发现有一个染血的摩托车轮印 这旁边还有一个黑色塑料袋 里面也全都是血迹 应该是最先装尸体用的 博士看着附近杂草丛生 骑车的话肯定是进不来的 从这些车印来看 凶手应该是骑着摩托 把尸体运进来 但路途中由于颠簸 尸体从袋子里面掉出来了 之后才装进箱子丢在那边 等现场勘测完后 回到警局 法医队这些尸块做了检测 判断死亡时间 应该在前一天的上午9点到12点之间 虽然尸体被切成了几段 但好在死者面部没有遭到破坏 博士本想着 一会儿通过媒体来确认死者的身份 就在这时 南京家伟来到解剖室 当他看清斯敦的面貌后 表现得极为惊讶 秦朗以为是他有些不适 谁叫家伟却说 说完整线后 家伟好像不愿再多说什么 表情难过的赶紧离开了解剖室 秦朗看着家伟的样子 问起博士 这韩灵是谁 博士告诉他 家伟事业上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就是来自于这个韩灵 他认之前是在黄阳镇里面上学 在四年前 这阵上的一个激公学校里面 发生了一起抢奸案 当时的受害人正是这个韩灵 他当时告诉警方 自己是去学校找朋友的 却不料过去后遭到了击击 可韩灵那时报案的时间 竟是在案发的三天以后 用他的话来说 案发以后 他是在家里面考虑了几天 做好心理准备 才找警方报的案 韩灵在报案后 直接就指认了 凶手就是那学校的叶老师 而警方也在现场中 提取到叶老师留下的脚印 当时在询问叶老师时 他人也无法证明 自己当晚的行踪 况且本案里面 又有那么多的证据来支撑 警方最终也确认 那叶老师就是对韩灵 实施侵犯的人 等事情报复后 叶老师在学校里面 根本没法待下去 身为人民教师 竟然侵犯了自己的学生 他人一下就变成了国家老鼠 最终叶老师不堪压力 选择了跳楼 自杀前 他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上面写着 自己与韩灵毫无关联 随着叶老师的死 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而里面的真相 可能就只有韩灵自己知道了 但韩灵之后又被询问过 他仍是坚称 是叶老师对自己实施了侵害 而家伟这么多年过去 他也始终关不了这案子 认为是自己为破案太着急 轻易定了叶老师的罪 最终导致人家自杀 来证明自己是冤枉的 可现在 韩灵被人残忍的分尸 这让家伟开始认为 会不会这背后 和当年那案子有关联 韩灵一死的话 很多真相就会被掩埋掉 此时法医又查看了 死者的尸块 发现这分尸的痕迹 是在死者死亡 9个小时后才进行的 血管中早就没了压力 所以尸斑一直都还保存着 从这些情况来看 血管现场 一定是在环境封闭的地方 博士还认为 死者口碧里的硅槽 说明死者 应该是在室外 有水的地方被害的 遇害后 再被人拖到室内 进行了分尸 根据目前得知的线索 博士对凶手进行了测写 死者韩灵一直未婚 那么凶手很有可能 是和他关系密切的人 而且这个人会骑摩托车 最重要的是 凶手家里 应该有给纸箱打包的打包机 那纸箱上面 还留有某冬剧场的合格证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找到 符合这些特征的现场 以及嫌疑人 听了博士的测写后 家伟证给出了一条信息 他根据调查 黄阳镇那边 基本上家家户户 全都是在做 登剧场配件的生意 打包袋那些使用率 是很普遍的 刚确认好调查方向 法医急忙地冲了进来 他带来一个 令人意外的消息 韩灵 竟然有三个月的身孕 可他压根就没结婚 而且经过调查 韩灵就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那他怀孕又是怎么回事 警方开始怀疑 韩灵的死 是不是和这个孩子有关 博士则认为 韩灵应该有一个秘密情人 而这个人应该很符合 之前他测显的那些特征 也是目前 他们要找的头号嫌疑人 于是家伟和丹妮 迅速来到韩灵居住的楼下 还没上楼查看 就发现有个身影 从楼上下来匆忙地离开 家伟总感觉 这背影很眼熟 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接着俩人来到韩灵的著作后 一进门就傻眼了 屋里面 各种东西都散落一地 好像干奔谁翻找过什么似的 所有俩人在屋内进行了勘测 可结果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不过倒是在卫生间里面 家伟看到摆放的有两个牙刷 等回到警局后 对于戴回的牙刷一检测 果然查到有另外一个人的DNA 当博士看过报告后 认为这人一定和韩灵有私情 家伟也想起来 当年调查韩灵被强奸的案子时 他总感觉这案件背后 有个人一直在操控一切 而秦朗从装饰块的箱子入手调查 就如家伟所说的那样 黄阳镇那家包装袋的使用力太高 根本无法确认到 那箱子具体是哪一家的 就在调查陷入平静的时候 晚上家伟和丹妮又去到 当年那个叶老师教学的学校 就在家伟正诉说着 自己当年的失职时 突然注意到前面有个身影 很像今天去韩灵家楼下碰到的那个 家伟现在也想起来 这人好像是学校的教务处主任老黄 而且这个人 也是当年韩灵案件中的嫌疑人之一 想到他可能出现在韩灵家楼下 家伟立即将老黄再回警局询问 审问室里 老黄面对警员们的质疑 半天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都快被当成哑巴了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老黄在坐了半个小时后 终于开口 竟说自己不认识韩灵 博士看他真不打算说什么 直接让法医开始咽血 没过多久 报告出来 老黄的DNA与韩灵家 都与那只亚刷上的DNA完全一致 这完全能够证明 老黄就在韩灵家里生活过 现在证据摆在面前 老黄也终于交代 他承认了韩灵就是自己的情人 而他也是韩灵肚子里面孩子的父亲 博士在看过老黄的资料后 开始推测案情 老黄现阶段正处在校长的考察期 这个是他多年的奋斗目标 虽然他是人民教师 但他却不检点有婚外情人 而且这情人 偏偏还在这关键时候怀了孕 于是韩灵就与老黄生谦为要挟 让他赶紧离婚 明媒正确自己 而老黄不想离婚 因为他的岳父是人大主任 对他生谦有很大的帮助 不想放弃一切的老黄 只能选择最极端的手段 杀掉韩灵隐藏这一切 老黄一听这儿 情绪开始有些激动 他别的都能认 但唯独不承认是自己杀的人 他还喊起了冤 看到他这样 博士只能让警员 却寻找更有力的证据出来 最后家伟和丹尼 再次来到韩灵家中 家伟总感觉 韩灵和老黄的关系 如果不是一天两天的话 那么当年那起校园强奸案 应该另有蹊跷 两人接着在客厅中诉询的时候 家伟摸到沙发地毯下有东西 拿起来一看 里面竟藏着一本韩灵的日记 上面的内容很含血的写出 韩灵自己与老黄之间的事情 从这记上得知 韩灵当年还在学校读书时 老黄作为教务处主任 常常去和他有接触 那时韩灵才16岁 他在老黄的话言巧语下 那时还未成年的韩灵 与他竟然发生了关系 韩灵本以为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但之后他慢慢发现 这个禽兽竟然还和学校的小红 小丽油染 等韩灵开情老黄是什么人后 他本想赶紧离开他身边 但谁料老黄竟开始 用韩灵之后找不到工作为由 强迫他必须留在自己这里 长期的霸占着他 秦朗从家伟这里听了这些事后 也忍不住大骂 老黄就是秦兽 不过从这期记录的时间来看 老黄和韩灵的关系 貌似发生在校园强奸案之前 也就是说那时案发的晚上 韩灵去到学校就是去找老黄的 当年老黄也是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之一 不过后来老黄的妻子给警方 提供了他不在场证明 所以最终才将他给排除掉 博士听家伟说到这儿 突然就想到 如果当年韩灵去学校找的是老黄 那么老黄在案发那晚 肯定是在校的 也就是说 他老婆提供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 一想到这里 警员随即就找上老黄的妻子问话 老黄妻子在得知韩灵的事后 妻子直接就说出 当年黄石可让他保证过 以后绝不再和韩灵接触 妻子也是听了这话后 所以当时面对询问 才帮他做了假证 家伟听到这儿有些震惊 看来这妻子了解的挺多 而黄石的妻子也想起 当年在案发那晚 老黄很慌张的跑回家 他二话不说 跪在了地上向妻子认错 说是自己在学校里面 跟韩灵亲戚的时候 竟被路过的叶老师给发现 他不确定 叶老师是否看到了自己 作为心虚的跑回家 看着老黄 跪在地上疯狂的祈求自己的原谅 妻子当时也心软了 他不想自己的丈夫 挂着强奸犯的头衔 不仅他不好看 就连他父亲都能被气死 所以就帮着老黄做了一个假证 面对警方询问时 他承担完 老黄一直跟他在一起 而就在事发后 过了很长时间 他才终于了解到 原来是老黄当时 怕叶老师揭发自己 于是就有联合韩灵 反咬一口 非说是叶老师强奸了韩灵 他们还主动去到国安局报案 最终导致叶老师 承受不住谩骂 选择了跳楼 家伟在了解到真相后 他非常的愤怒 狠狠地批评老黄的妻子 就是因为他的包庇 让老黄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让一个好人失去了生命 现在就算是老黄没有杀人 他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 此时警局里面 博士和秦朗接连死去了老黄 他人还是不承认是自己杀的人 这让秦朗开始怀疑 凶手是不是真的另有其人 会不会是老黄的妻子孤人行凶 目前没有新的线索 这些怀疑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他们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案发的第一现场 博士决定对韩灵的家和老黄家 做一次彻底的血色反应 看看能不能检测出第一现场 所有警员们对韩灵家跟黄之家 都进行了系列的检测 可结果都没有发现 有是人和的血迹残留 这下让案子也下落僵局 就在众人都在困惑的时候 法医突然提出 是不是目前调查方向出错了 由于韩灵怀了身孕 之前他还曾经历过一起强奸案 于是他们就一直把调查的目标 锁定在了韩灵的感情问题上 警员们也都是围绕情杀这个结论 来展开调查的 法医想着换个思路 韩灵的工作是一名会计 他的死会不会和工作有什么联系 博士认为法医分析的很有道理 于是抓紧时间 去调查了韩灵生前的活动轨迹 经过不断询问了解 最终确认到 韩灵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 是在一家银行里面 据银行的工作人员称 案发那天上午9点左右 韩灵曾来过银行 说在下午的时候 存一笔30万元的现金 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人过来 这工作人员由于工作需求 经常和韩灵有过接触 所以他对韩灵的印象很深刻 现在这个突然冒出来的30万 让博士认为很不简单 这次秦郎也带来一个好笑游戏 他在黄阳镇上调查时 得知联防队员在巡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辆五主自行车 结果变成对比后 昨日这辆车就是韩灵的 结果第二天上午 韩灵的尸体就出现在 与黄阳镇溢水之隔的湖城河边 那么韩灵在上午去过银行后 他人在这个期间又去了哪 而且那30万元又是怎么回事 为了更加了解这里面的情况 博士带人去到韩灵的工作单位 从这里的主任许平这里了解到 那30万元是政府旗下一块土地转让金 而且随着韩灵被杀 那笔钱竟也突然消失了 目前知道这笔钱的人 除了他自己外 就只有黄阳镇的镇长和书记 秦朗在听了许平说的后 突然问起他 他家里是否也做登局 在得到许平的肯定回答后 又问他平常是怎么上下班的 许平称 单位离自己的家不是很远 平常都是骑摩托过来比较方便 听了他的回答后 发现这几点都跟警方 开始推特的凶手比较相似 于是对这个许平产生了怀疑 而且在几人离开时 博士还看到 这许平的手腕处有几道受伤的痕迹 许平说是和单位的女员工开玩笑 被对方不小心给挠烂的 等几人回到警局后 博士认为许平非常的可疑 这人不仅符合之前他们的侧鞋 而且重要的是 那30万元的土地转让金丢失 他作为领导 不应该对此事表现得非常冷淡 按理说 这是国家分配下来的钱 出了事 应该赶紧报警才对 但许平却给没事人一样 而他手上的伤 家伟却询问过 的确如许平说的一样 在看玩笑时不小心弄伤的 可仅凭30万丢失这一点 还不足以将他人给带回来审问 这时 秦朗拿出一根笔 就在刚刚他们离开时 他让许平留下自己的电话 而这根笔上还里有他的指纹 如果这指纹 和装尸体箱子上的血指纹一致的话 那许平根本就跑不了了 可就在比对指纹时 却发生了意外 居然发现 直线上的指纹 竟全都被破坏了 但已经这才想起来 那天 他将正有失货的箱子拿上车 由于那味道实在太大 他抢着开窗透透气 恰巧 那时刚下起了小雨 有可能是雨水打到箱子上 所以这指纹才会被破坏掉 而且 丹尼是第一次见碎尸案 他那天一时紧张 也没有对箱子上的指纹 拍照留存 如果没有照片的话 那么众人这几天 也都算是白忙活了 丹尼也因为自己的失职 开始哭了起来 现在他们知道 箱子上的指纹 可能就是许平的 但没有缺切的证据 法院绝不会定他的罪 博士也是被气的 斥责起了丹尼 现在他们又得重新来调查 这次的失职 让丹尼也是被受打击 不过好在之后 八一在看尸体报告时 发现上面提到的归岛 有些不最近 而博士也发现 他们最先看到归岛时 第一印象就是人在野外被杀 那么有没有可能 这归岛 很有可能是在室内形成的 博士知道 许平在家中没有任何线索 那么会不会 他还有其他的住处 没有被警方发现 而那里也许就是第一现场 但为了不打掏惊蛇 秦朗认为 不能够直接跟许平接触 于是第二天 警员们就要找上 许平的妻子问话 刚开始 许平妻子不愿意多说什么 但看到了 韩灵被分射的照片后 他开始变得十分害怕 秦朗跟着告诉他 一个年轻姑娘 转眼就变成了一堆东西 而他肚子里面 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 但造成这业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许平 他让妻子试想一下 每天都跟这种人一起生活 是不是更加的恐怖 听到这 许平的妻子也不敢再隐瞒 赶紧说出 许平最近买了一个商品房 刚刚装修完 他还一直没有去过那边住过 还将地址告诉给了博士他们 最后就来警员 立刻开始对许平新买的房子 进行了检测 众人在屋内 仔细看上了一番 博士终于在楼梯的拐角处 发现了一些纸屑 而且这上面还留有一些血迹 很像是 那个装碎射的箱子上面掉下来的 所以有几人来到了卧车调查 博士看到那角落里面 有一把梯子 一个通风管道 于是博士搬起梯子 爬上去看看什么情况 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 那通风管道里面 竟藏到有几捆钞票 这很有可能 就是那销售的三十万 接着警员又对许平家的水 进行了取样 随后将发现的东西 带回警局化验后 最终检测出 许平家掉落的纸箱碎屑上 的确才留有海灵的DNA 而且他家中的得来水里面 竟然包含了 天然水才有的硅枣 那成分和海灵口鼻中的一致 这让博士也没想到 直接以地下水 作为水源的自来水 在太阳能热水器 70到80度的高温里面 水中的硅枣包子 依然能够像天然环境中 一样保存下来 而这一点 也是他们抓捕许平 最有力的证据 而且这也能够说明 韩灵就是在许平的 新房的浴室里面被杀害的 有了这些证据后 警方立即逮捕了许平 而大杀人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私存那三十万元 案发那天 许平知道 韩灵要去存钱 由于两人的关系比较熟 韩灵没有任何的防备 许平也是利用这一点 趁其不备 先是将韩灵勒死 之后为了掩盖证据 他先是将尸体 泡在浴缸里面进行淹尸 到了晚上 再将其残忍地分尸 许平问了他三十万元 但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 而他最后仍是死心不改 一再声称 自己最敬畏的就是金钱 看着他无可拘要的样子 不是让他好好想想 不久后 他再见到韩灵后 到底应该说些什么 深夜的这个狮子路口 被一群人围观了起来 周围都被拉起了警戒线 警车也纷纷赶了过来 就在刚刚 刑警队接到交警的报案 狮子路口处发生了一起车祸 在马路正中央 腾着一具死状惨烈的女尸 按理来说 这只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刑警队是没必要出动的 但交警在看过录像后 瞬间被吓出了一声冷汗 只见画面中 一辆银色的奔驰轿车 先是将过马路的女孩撞飞后 那车主不但没有下车查看情况 反而对其进行了多次的碾压 场面极其的残忍 交警赶忙将这些情况 告诉给了带队过来的博士 同时他们根据监控录像 还查到了那辆奔驰车的信息 已经通知给各个地方知情的民警 在各个路口进行拦截 凶手如果想在机碗逃跑 是绝不可能的 自着此时身体已经被压扁 地上也全都是他伸出的血迹 博士在看过死者的状况后 也忍不住发问 这到底得有多大的仇 要这样对待这个女孩 现场中尸体的周围 还散落的有一些掉落的大灯碎片 博士赶紧让女警 将东西收集带回做检测 就在众人还在看查的时候 交警突然接到消息 照是车辆被找到了 那辆银色的奔驰 就停在距离案发现场 三个路口的路边 车里此时还躺着一个人 等博士带着左员赶过来后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枪 靠近车辆准备将人给抓捕 可过去后 却发现这车主坐在驾驶位上 移动也不动 而且车内还残留有非常大的酒味 简直就和泡在酒里面差不多 这到底得喝了多少 博士赶忙查看了这四季的情况 发现他人到处活着 就是眼球对电光的刺激反应很迟钝 怀疑他人是深度醉酒 接着又看了一下车子的情况 发现前面有破掉的大灯 基本可以肯定 就是这辆车撞人逃逸 而且车轮上 还残留着死者的大片血迹 警员们也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找到了携带的驾驶证 得知他人叫做王刚 由于他醉得太厉害 博士只好让人 先将他送到医院里面去行行酒 接着警员们回到警局 对现场发现的东西一一做检测 确认了掉落的大灯碎片 就是王刚这辆奔驰车上的 而且他车子的车轮印 与死者衣服上被碾压的车印一模一样 同时还提取了他车轮上的血迹 与死者的作业比对后完全一致 这三项证据足以证明 昨晚就是王刚开的这辆车 对死者进行了反复碾压 而且从王刚车里的酒味来看 他已经完全属于最佳 不管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都是要进去改造的 这是女警员送来 交警交给警队的案发现场录像带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车子在将人撞飞后 是慢悠悠的倒车 从死者的身上多次压过去 之前警员也都是从交警那里听说的 现在看到这录像后 每个人都有些接受不了 这性质实在是太过恶劣 这已经算不上是事故 可以说就是故意杀人 博士看后也说出 奔驰车本身就比普通车重很多 像画面里那种速度 从身上碾压过去的话 死者当时承受的力量会相当的大 可以说车主王刚就是在折磨死者 一想到这样 博士带人生气的去到医院 准备直接询问王刚情况 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男人 博士在一旁 气得都想上去给他一拳 而王刚则是一脸不知情 看着博士等人 博士询问他 记不记得昨晚开车做了些什么 王刚更是表现得很困惑的表情 坚实竟说 昨晚自己完全不记得开过车 博士也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告诉他 昨晚他撞死人了 王刚听到这话后 竟然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还没等他回过神 博士直接就拿出了一张拘留证 将他给带回到警局 从刚刚王刚的表现来看 博士认为不像是装出来的 可他再怎么喝 不会连一点东西都不记得吧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 王刚昨晚在做过血检后 查到他血里面的酒精含量 竟然才每毫升17毫克 这结果可与当时众人 找到他时严重不服 当时他身上的酒味 却能多让人反胃 法律员有过规定 酒驾的标准是血液含量 超过每毫升20毫克才行 可王刚这又是怎么一情况 他在昨晚完全就是昏迷状态 根本就是不清醒的 结合酒味怎么想都是酒驾 坚决博士也看过 他的瞳孔对光电刺激反应迟钝 这种现象属于植物性 神经视觉神经系统麻木 人是无法控制和伪装出来的 这让众人都非常疑惑 王刚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更加确认 只能够再次抽血验证 因为有些人因为长期饮酒 会引起严重的肝病 对酒精的耐受力急剧下降 有时候只要一喝酒 就能够产生肝昏迷 可第二次咽血结果出来后 肝昏迷的情况被完全排除掉 王刚不仅肝没问题 反倒对酒精的适应力还很强 前两者事也想到 会不会是王刚因为吃了某种药 两者产生了药物反应 发生了作用 所以使他开车是产生了幻觉 更是在案发后 什么也都不记得了 博士也认为有这种可能 毕竟王刚的昏睡症状 是不可能装出来的 接着为了验证这种可能 法医开始让王刚催吐 换一下他胃里面的成分 而这次的检测终于有了结果 王刚胃里面曾含有过 大量的迷幻药成分 这种药无色无味 人带车了之后 就和醉酒一样飘飘欲鲜 而且这种迷幻药的后遗症 就是会让人短期内有失忆的症状 那么现在他们还无法确认 王刚到底是开车前吃的药 还是在撞人后吃的 如果他是在撞到人后吃的 博士想到一种可能 会不会就是王刚畏罪自杀 毕竟这种迷幻药 有的人的确用来自杀过 但秦朗认为 不能够排除王刚是在杀人后 再和他们警方装糊涂装不知道 这种罪犯他们也见了不少 由于王刚目前一直处于失忆状态 他们也没法进行询问 博士只好从受害者这边入手调查 让人发布通知 确认死者的身份到底是谁 法医也再次查看了死者的伤痕 这种被来回碾压的痕迹 让他认为是和死者有什么仇 估计那王刚很有可能是和死者认识的 很快发布的通知也有了结果 有市民打电话称 这名死者是市里面 一家娱乐场所里面的陪酒小姐 叫做小兰 此时两名警员正在询问王刚事情 王刚来到审讯室后 直接就开始喊着 自己冤枉没有杀人 警员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录像视频让他看 王刚看着视频中车辆压人的画面 他被吓得疯狂摇头 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 这绝对不是自己 更是向警员们求情 称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 让他们来救救自己 就在王刚在那崩溃的时候 博士进来问起他 认不认识小兰是谁 王刚听到名字也很疑惑 表示自己并不认识 可当博士说出 小兰上面的娱乐城时 王刚这才想起来 娱乐城他倒是常去 他因为是做房地产的 那种场所一般都是带客户过去消遣 但里面女孩那么多 他不可能就是小兰到底是谁 看他人是脑子不太清醒的样子 活着之后又查了王刚的通话记录 想了解案发那天 王刚到底做了些什么 结果发现在案发的下午四点左右 有一个叫做谢宁的人 给王刚联系过 这人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总 等警员找到他后 直接把王刚 找人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谢宁听后也说出 案发那天他打电话过去 就是让王刚 把之前拖欠他的工程款结了 当时王刚也一口气答应了 而且还约了谢宁 晚上去到那家娱乐城里面喝酒 他记得当时 王刚喝的可不少 俩人一直在里面 在到半夜才准备离开 由于谢宁当时的车 被司机开走加油了 王刚在临走时 有些等不及 就说自己开车 先把谢宁给送回去 等谢宁回到家后 王刚去了哪 他也不知道 这就有些奇怪了 王刚既然能够好好的开车 将谢宁给送回去 那么他最后 又是怎么陷入昏迷的 一听昏迷 谢宁感觉这完全不可能 因为王刚送他的时候 状态是十分清醒的 况且王刚本来就能喝 在娱乐城喝的酒 对他来说就像喝饮料一样 不可能到最后 连意识都没有 为了确认 谢宁说的真假 秦朗二人 之后又去到加油站 确认了张宁的司机 的确在安发那碗来驾过油 而他也没有撒谎 但秦朗总感觉 这里面有些地方很奇怪 于是他们又去到娱乐城 从里面的安保人员这儿得知 王刚和谢宁 是他们这儿的老客户 安发那碗 他们都是开着奔驰来的 走的时候是王刚开车 带着谢宁离开的 不过倒是有一个可疑的地方 就是保安记得 当时王刚出门 是谢宁扶着他出来的 明显就是喝多了 就连坐到驾驶位上 也是谢宁将王刚给抬进去的 俩保安当时都惊了 喝成这样还敢开车 真是胆肥 就连车子起步 都是有些乱怪 这不出事才怪 听了保安所说的 这情况 可是与谢宁描述的有些偏差 回到警局后 秦朗也将这情况说给了博士 博士认为 谢宁说的话和他保安说的有很大的出入 这个人身上问题还很大 但他们没法验证 谢宁说的那晚王刚将他给送回家一事 博士只好让警员 对监控录像做了处理 将画质给变得清晰了一些 当回看了多次以后 博士发现 画面中奔驰车有一处疑点 那就是车子当时 在看到红灯的时候 原本已经停了下来 可又在死者小兰出现后 他又一把油门冲了过去 将人撞飞 还碾压了多次 从这一系列可以看出 驾驶员的目标就是小兰 而且撞人时没有任何的犹豫 这一套操作 怎么看都像是驾驶员 有意识清醒时完成的 可王刚在被发现时 完全丧出了意识 博士这下也联想到了两种可能 一种是王刚从头到尾 都在和他们演戏 他在离开娱乐城时 醉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 开上车后就不再那么装了 将那谢宁给送回去后 他就开车过去案发地点 将人给残忍碾死 等做完案后又喝下药 伪装成自己不知情的模样 而第二种就是王刚在云乐城的时候 他人就已经被下了药 而开车撞人的也不是王刚 他只是一个替罪羊 这两种也都只是警方的猜测 为了验证还需要有线索才行 博士这时又想起 王刚车里的那些酒精味 他人在做过检测后 其实并没有喝那么多的酒 那么那些酒味 是不是有人故意把酒 撒在了王刚的身上和车里面 如果是这样 那车里和王刚身上 肯定还会有酒精的残留 而且博士又看了一遍录像后 发现车子在撞到人时 有一个截刹车的动作 让他想到王刚要是被人陷害 那么这时 他已经是无意识状态了 截刹车时 没意识的人 身子会惯性的往前倾 那王刚身上 很有可能会留下磕碰到的伤痕 随后 两名警员却检验了王刚的身子 博士则带着女警 又对奔驰车进行了检测 经过一番鉴定后 证实了车子的地垫 以及王刚的衣服上 都有一定量的酒精残留 而且王刚他人身上 右锁口的上方 的确有一处瘀青 可商是在那个位置 如果磕碰的话 王刚当时应该是处于副驾驶的位置 可娱乐场的保安说过 他们那晚是现在看着王刚上车 将车给开走的 如果他人 当时是处于副驾驶位置上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半路有人给他换了座位 那么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就是那晚和王刚 在同一辆车上的谢宁 这一通分析后 博士也将谢宁看作 吓害王刚的重大嫌疑人 不过目前他们没有证据 证明谢宁杀人栽赃 陷害王刚 为了寻找线索 南京和秦朗 去到娱乐城找到案发那晚 陪谢宁王刚喝过酒的小姐 小姐记得 那晚王刚 貌似只喝了两瓶啤酒 而谢宁期间 一直在怪他酒 王刚也都没怎么喝 但最后走的时候 不知道为何 王刚冤得倒是很厉害 听了小姐说的话 秦朗认为 王刚那根本不是醉的 而是在喝酒时 被让谢宁偷偷下了药 另一边 博士又一次开测起车子 他让警员取下发扬盘上的皮套 想从这上面 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果不其然 经过鉴定皮套后 这上面的确还残留有 谢宁的披纸细胞 有了这一结果 就能够确认 那晚谢宁 是绝对开过王刚的车的 但只有这条证据 还不能够让谢宁 老老实的认罪 他们要搞清楚 那晚走的时候 明明是王刚开的车 谢宁当时 是怎么让王刚把车开走的 博士也知道 这一切还得从 那辆奔驰车上找线索 于是他和秦朗 将事故车 开到了车辆较少的地段 停了下来 他和秦朗换了位置 让秦朗开车 而坐在副驾的博士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将手放在方向盘上 脚也从一旁 伸到了油门那里 就这样 坐在副驾的博士 同样能够掌握 车辆行者的进程 博士知道奔驰车的空间很大 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 那么和王刚开 同款车的谢宁 肯定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从这点来分析 王刚那晚上车后 他的意识可能已经有些模糊 他在坐上车后 脚一定是放在了油门上 那如果谢宁 这要是像博士这样操控车子 那么他的脚 肯定会踩在王刚的脚上 来控制油门 如果结果 就如博士所猜测的那样 那王刚的裤腿 以及鞋面上 肯定还会留有 谢宁鞋底上的东西 等回到警局后 秦朗立刻提取了 王刚鞋面上的灰图 而博士 则是直接找到了谢宁家中 他以调查的名义 将谢宁的鞋子 以及办公室里面的地毯 和他自己车上的地垫 全部拿回警局做了检测 警员在检测完 王刚的鞋面上的灰图后 发现里面的成分 主要都是一些水泥 而这些成分 也全都在谢宁的鞋底 办公室和车上都有发现 南宁也去检查了 王刚的家里 以及他的办公室 并没有发现 有这种物质的存在 也就是说 这和谢宁作案的手段 和博士推断的基本一致 而他也是这起案子的真凶 所有警员 立刻将谢宁 扣回了永局 将证据全都摆出来后 谢宁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虽和王刚的关系不错 但他却十分的嫉妒王刚 原来死者小兰 曾是谢宁的地下情人 但自从谢宁带王刚 和小兰喝过酒后 小兰就被王刚的帅气外表迷住 换解王刚比谢宁还有钱 于是他就提出 要和谢宁分手 要去调王刚 不过可惜 王刚是手身如玉 小兰不管怎么勾引王刚 他人就是不上钩 谢宁看着这一切 他在一旁气得牙痒痒 情人这下没了 而他又联想到 自己是搞建筑的 王刚是搞房地产的 他其实 一直都是在靠着王刚吃饭 谢宁其实早就看不惯王刚了 于是就想到这场报复 案发那天 他以解款为由 将王刚给约了出来 本想将他灌醉 但王刚就是不给他喝 没办法 谢宁只好拿出 事先就准备好的迷幻药 趁王刚不注意时 偷偷放在他酒杯里面 让他喝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看到药药起来了 谢宁就开始支开自己的司机 然后说是要趁王刚的车离开 等俩人都坐到车上后 王刚直接就失去了意识 谢宁就这样 在副驾驶上 将车给开了出去 但开了没一会儿 总感觉这样很不方便 于是就停到了一个偏偏的地方 和王刚调换了座位 本来他只想杀害王刚一个人 但恰巧碰到了刚下班的小兰 于是他心里就想着 来一个一时二秒之际 看到小兰过马路时 他一脚油门下去 直接将他人给撞飞 之后又对小兰连续碾压 就是为了让警方认为 是王刚喝酒开车 将人给撞死 之后个人将车 开到了案发不讲处的路边 将王刚开到了驾驶柜上 同时还猜到了方向盘上的指纹 更是在他的身上和车里面 撒上了很多白酒 围到成酒后照着头衣的假象 现阱只是因为 对他人的嫉妒 就要这样置人于死地 而且王刚也完全就是躺枪 最后这一期的警员大骂他 应该下地狱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